欢迎收看妈妈好神 这问题很困难吗 要骗就被发现 要骗就不要被发现 不过老公通常被抓包 第一个反应都是 是几百年前的事情 对 所以你也不被你老婆抓过包 目前是还没有 啥 他们慢慢地来 我们来看看要怎么样 猜猜你老公的骗很大 第一种骗数是什么呢 说谎隐瞒不承认做了一些事情 老公问了什么 说谎隐瞒不承认 你又怎么样技高一筹试破他 就是我老公 他有一件事情 是一定会每次都被我骂的 就是有关于吃饭 每次我只好跟他吃饭的时候 我老公在点餐的时候 都会变成就是你知道 神经病 他每次只好点餐的时候 只要那个店员跟他讲说 我跟你讲这个肉很顶级很好吃 我跟你讲这螃蟹 今天剩这一只 我跟你讲 他只要听到这个 他就一定会点 然后我记得有一次 我们去吃一个火锅店 然后那个火锅店 它是属于就是範园比较广 它有很多套餐的选择这样 然后那时候我要去吃之前 我就说我等一下要带小孩 先去换个尿布 要洗手才可以来吃饭 我说所以就交给你点好了 但是这时候我有提醒他一句 我说今天带小孩出来吃饭 所以不要点贵的喔 有交代 对 为什么要点最便宜的就好了 因为你们也知道带小朋友吃饭 因为我的小孩现在还是小 一个两岁一个一岁 然后我又不让他们 在吃饭看手机的 所以呢 他们要吃饭呢 就是基本上吃完之后 他们就要立刻离开了 十分钟差不多 对 他们就吃完饭 就是你知道 大人也没办法怎么吃 一边喂他一边自己吃 你这样要吃什么好料 对不对 反正呢我就说 只要能够温饱 温饱 温饱 好可怜 我们可以吃饱 对不对 就OK 因为等一下他们就要开始乱七八糟了 对 他就说好 我知道 好 我就带小朋友去换尿布去洗手了 回来之后呢 菜已经就是上桌了 这样我就看到那一盘火锅肉 那个油花啊 那个肉质的颜色啊 真美啊 很嫩 你一看起来就是好好的肉 入口机用那种 好贵心的老公 老公你点这个套餐 怎么算啊这样 他说这家真的不错耶 这样子套餐加菜盘 五百八而已耶 好便宜 他想说是肉很顶级的话 才五百八 肉那么棒 要菜盘 要饮料 我想但很OK 我就觉得我老公今天终于变聪明了 然后果然不如我所料呢 就是呢 马上十分钟十五分钟过后 我小朋友呢就开始乱吃了 差不多 然后呢弟弟开始就是你知道 乱丢东西啊 面也开始乱弄啊什么的 然后就开始说 妈妈妈外面有那个什么游乐区 他们想要去玩 然后这时候我老公突然很好心 他说 没关系你先带他们出去玩 这剩下的东西啊我来收 我来结账就好 然后我就觉得说 今天这么贴心 因为平常都是我在收拾 那些妈妈包的东西这样 我就说好啊 那我就带他们出去 那你来收这样 走走走我们就出去玩这样 然后呢 我到外头的时候 我还特别在跟他说一句说 你看 我是不是跟你讲过说 要点这个最便宜的就好 你看果然 吃没两下呢 就已经就跑出来了吧 对不对 我说你看我是不是很聪明 然后老公还说 对啊 真的是 听没嘴大呼吸 对 有外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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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一点干笑 你知道吗 就想说听没嘴大呼吸 然后后来呢 回到家的时候 已经有点觉得苗头不对 回到家的时候 因为我们家有一个呢 放那个发票的篮子 就是平常我们对发票 就可以从那边拿 平常我老公就是这样 随便一丢嘛 有时候还会丢到外面去 那天呢 他不仅是丢到里面 还这样拉 拉进去 然后我就想说 这个不妙啊 那个小动作有鬼 对 这小动作很奇怪 等到他睡着的时候 神太心灵就出来了 我都开始呢 拿出了那个发票 就这样一张一张一张 因为他那塞在里面 我就终于找到 那一天的发票 一拿出来不得了了 五百八的套餐嘛 五百八 对 一五八零一个人 对 找一个人 一一只放零头给我 那你说一五八零一个人 那我们两个人是不是就 三千多块 对 我那一餐乱吃一顿 然后还剩了一大堆肉 三千多块耶 你说我老公是不是就是个 瑞瑞 你有吃饭找我啊 瑞瑞 他真的有点是盘那 我觉得 是不是 有一次呢 我们这边是我跟我老公 两家人要吃饭 出发之前 因为我们都是各自 从公司过去嘛 我就先打给我老公说 你要出发了没有 然后他就说他在忙 叫我们先点 所以等过了大概半小时之后呢 我的公公就说 你先生到底在干什么 你要不要打电话 问他在干嘛 我就说他刚刚说他在忙 然后公公又说 他在忙什么 你打给他 公公讲话 没有办法 我就好吧 我就再打一碰电话给我先生 然后我就说你在干什么 他就说我在忙 我说你爸问你在忙什么 其实我在朋友的脚踏车店 我等一下就过来 你有什么朋友的脚踏车店 他喜欢骑脚车 所以他喜欢在那家店鬼混 然后我就默默把那个电话挂掉 我也没有说什么 我就说他等一下马上就到 然后我就越想 其实我就自己心里 我已经不是很高兴了 因为我觉得 两家的长辈都在等你 对 然后我就心里我就默默不开心 但是我没有表现出来 然后等到他到的时候 他就装装 很忙很忙很忙 刚这样坐下来 然后那我爸爸不知道 我爸爸就说你真的很忙 来赶快多吃一点多吃一点 然后我听到那时候 我就心里有点不高兴 我就说 你在脚踏车店很忙喔 脚踏车店 对 人家不要靠 我就不怕他翻脸喔 他当下就是 他很心虚 他就这样 就这样看了 然后就这样 那个我跟Terry要谈就是 就是跟脚踏车店 要谈一些活动这样子 那我一听我就知道是谎言 然后他当下骗的 其实是所有的长辈 然后我就大翻白眼 我心里不是很高兴 但是现场 只有我妈妈看出来的 我的臭脸 我妈妈就在下面踢我 就一直踢 踢踢车 我就是把这个 我的小姐继续收起来 对 所以我才放过她 我觉得还是岳母有智慧 对不对 人在外面 双方家长都在 给她留点面子 对不对 回家家庭就和乐了嘛 把她炒出来 这个没有意义啊 对啊 老人家不见得有时间看电视啊 对 对 不过说真的讲到这个 不承认说这个 我自己跟我太太 其实也有大概类似这样的 所以你都骗她说 外景有五天 其实只有三天 另外两天在比人家玩的 没有 他在想说 如果谁只能说五天 我就说十五天 我玩了十二天 我都如果真的外景 我会把转换给她知道 会给她换那个时间 真的 真的 你还自己打转换 那么辛苦是不是 我还说整套的 我还说 对啊 要从上瞒到下 才发现 然后这件事情 就在这个月初才发生 他上个礼拜问了我一下 这个礼拜你要去哪里 我说这礼拜 礼拜三会来 妈妈好神哪里 礼拜四会去哪里 礼拜我去哪里 好 然后等到今天要出门的时候 他就说 那你今天去妈妈好神回来 就回家了吗 没有啊 这些高中同学会约去打篮球 你为什么没有说 我说我明明有跟你说 那他说你形势力没有写 我只是忘了写 大家 所有的女人们 请体谅我们男人 你知道我们有很多事情 要记在脑袋里 有时候就是忘了把它Key上去 忘了说就是 不是吧 我们只是没有写下来而已 就对了 我知道了 他如果写在形势力上 这一件事情发生前三天 他老婆就跟他冷战 结果他就不写在上面 然后等到当天 好可怕 再来吵一天 吵一天跟吵三天才是很好 好可怕 好可怕 这种打球的事情 女生通常都会觉得说 你为什么要跟朋友去打球 小孩那么小在家里 我一个人在顾 对啊 也是啦 其实都对啦 但是以前像我们去打球的时候 我的球友 我说下礼拜会不会来 他说我们看我老婆要不要放人 对 因为他们就是看那天老婆心情好 他就会来 那天老婆心情不好 他就不来 你知道每次都要拿价单出来盖章 有多痛苦 就平常要让老婆开心 对啊 可是我们今天我们会放你几天 好不好 真的吗 僵私 对 所以我觉得好好沟通 其实我们都还是可以接受的 对 像我老公呢 他就是 因为他都称他的爱车 是他的小老婆 所以他就会说 他的小老婆的副驾驶座 就是只有大老婆可以坐 可以 所以 反而呢 就连他的宝贝女儿乔妹呢 也都不能坐在副驾驶座 本来就不能坐啦 对 他们就是包含我 我婆婆姑姑小姑那些 通通都一定要坐在后座 那很棒对不对 然后有一次就尾牙 然后他就打电话 回来跟我讲说 因为尾牙班 部门同事啊 喝了很多酒 那只有我没有喝 所以呢就 我会负责他 一个一个送他们回去 就是有那个Andrew啊 Henry啊 Daniel啊 就是他就跟我报 Daniel 是男生的名字 是你吗 Henry 跟我报 满车 满车男生的名字 然后我就想说 OK啊 你就是好老板嘛 那就送他们回去 OK这样子 然后后来他就是送完 他就真的就回家了 然后隔天就是我们 那个家庭出游的时候 一上车我在打开车门 我还没有坐上去 就发现他的那个绒布椅垫 上面有好几根亮晶晶 毛茸茸 一看就知道是 女生 那种就是很流行 那种亮片毛海的那种 上面掉下来 然后沾沾的那种 真的吗 观察好细微喔 可是这些老婆的那个 你们冷静一点 那个只是 那个只是 菜瓜布的丝啦 现在很多韩国菜瓜布 你讲得错啊 那么亮 好 那我就暗闭无洞 就把那个毛捡起来 然后我们就开车就出去了 然后就在车上 就一定会聊天嘛 然后聊天我就用闲聊的方式 就跟我老公说 昨天尾牙怎么样啊 大家玩得开心吗 就是有喝很多吗 你们有没有Dress Call啊 大家有没有华丽出场啊 然后我老公就说 都是工程师 工程师就只会穿衬衫跟Polo衫 他们怎么可能用华丽出场 是 对 对嘛 这样把那个毛拿出来 那这是哪一位工程师的Polo衫 这么有酒店 这么有酒店 完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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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他就半想都不说话 然后后来还跟我讲说 没有啦 其实我昨天还有送到 载一个女生同事回去 但是因为他不知道怎么跟我解释说 他为什么要载一个 别的部门的女生回家 而且还是在我的副驾驶座 对 所以他就觉得说 这解释起来真的太痛苦了 我就干脆不说了 可是我当初就觉得他很无聊 你就老师就说就好了 我又没有真的觉得那个 你知道为什么他不说吗 为什么 他昨天在的旗是 他替男朋友说话 因为有时候是多一次 不如少一次 对 如果这个事情根本就没怎么样 我把它再回家 然后我就回家了 而且呢 你看 对 没什么事嘛 我们帮男生系统性的讲一下 系统性的讲一下 系统性的讲一下 专业的 比如说高尚又顾家 爱家爱子的中年妇产科医师 其实绝大部分 为什么会做这件事 我先三个角度来看 第一个是 为了爱 为了爱 有没有 有没有 我们真的有地下安全吧 真的是不是有安全 因为我跟我小孩出去 我喜欢给他们吃好一点 这种事情我们都干过 我们也干过 那我也知道 你知道我花那么多钱 你会心情不好 所以我为了爱 隐瞒了这个事情 所以你要知道 这真的是为了爱 为了爱 这种事情 我们每个人都干过 有一次我太太 叫我去买菜 几百年来 第一次叫我去买菜 我为了展现我 难得买菜 她本来只叫我买 一包水饺跟一个青菜 所以我沿路下来 我把东门市场换完 又买十二道菜回来 有差 爱家的男人 你辱亏就赶 他以后就不敢 叫我去买菜 那钱包这部分 我倒是说 其实有时候 我们为什么会说谎 是为了 但句话讲就是为了减损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讲实话以后 代价一定会很大 那你知道婚姻当中 求生存是最重要 拖下来 拖下来才有第二天可以做 所以求生存 你会发现我们求生存 只是男生求生存的技巧 比较笨一点点 拙劣一点 而且我老实讲 这种事情不是只有我们干 你们也干过 我举个例子 就像我们常常买东西被鸭到 曾经我在以前我的医院 我们那时候为了办院庆 所以就请大家捐东西要易卖 那我大家就很高兴 把家里亲一亲 拿了四个包包 还有一些电器 人家送的 我们就拿医院 四个公办 要去办 结果我那时候 那四个包包一到那边 所有女生眼睛一亮 就在我从地下一楼的办公室 到二十三楼的那个拍卖空间的时候 这四个已经被你飙走了 因为我那时候个人对于名牌 还没有很好的研究 研究还蛮漂亮的 那我太太跟我说 这个呢都是用过 那我就问他这哪里来 他说没有 他以前参加福人社 福人社长辈都会送他的 对 我说福人社真是一个好地方 所以我讲几个 后来私下问了福人社几个长辈 请问福人社有这个传统 会送好的朋友 好的提拔吗 她说好像没有这种传统 为什么多年来 我也没有拆穿我太太啊 对不对 我也是隐忍下来 对 对不对 因为为了家庭 为了家庭 所以我们也隐忍掉这些事情 其实你们女生也说过谎 但是第三个我是讲真的 第三个的时候说谎 是因为 好恐怖喔 百目必有一书 男生还是要小心 我有一个精神科医师的好朋友 她老婆也是盯得很紧 她鼻子超好 隔一天多还可以闻到 她的那个 大老婆的位子 味道不对 有 有 是饼隔鲁吗 是鼠狗是不是 其实我后来问她 她说你隔天怎么还能闻得到 她说其实我没有闻到 我只是觉得那个椅子位子 那个位子改变 所以她试探性地问老婆 这也闻到一个味道 于是她发现她老婆 老公其实精神科医师 眼神闪烁 眼语迟钝 眼神就知道完蛋了 在逼供之下 连续三次她就糟了 她说她不是故意的 为了这件事情被骂过以后 她买一台比较好的车 会自动设定原来的设定 所以只要离开 按一个扭回去 看车就有问题 原来是车不够好 这集播出之后那台车大卖 对 自动设定这样子 所以我跟我先生两个人 就是我从结婚到现在十九年 我从来没有翻过她的皮夹 也从来没看过她的手机 真的假的 好棒 很厉害 很厉害 很功一流 因为我们在谈恋爱的时候 以前我有时候她在日本出场 我就会到日本 她电话 饭店电话 小游的时候她在洗澡的时候 我说哈啰 后来她就跟我讲说 以后都不要接 她的手机也不要接 因为都是公司的事情 但是我心里想 你是不是有其他女朋友 那个时候谈恋爱 对 我老公从那个时候谈恋爱 就给我训练到 不能接她电话 所以我也就 每一次像结婚以后 她手机 她有六支手机 你电话 六支手机 我觉得好可疑 这个方法太好了 六支手机 人家只是事业大而已 没有 然后有一次她在日本 她以前结婚 有贝克宇以后 她每一天都会告诉我 她住哪个饭店 好吗 她都会传简讯给我 结果她有一次 我就打给她 因为等到晚上11点 还没 她们都没打电话 我就跟她讲 喂 我说你在哪 我给你看我现在不方便讲话 我说你干嘛 这么神秘兮现一下 他在行甘线上面 行甘线不能讲话吗 他说日本人讲话 谁要讲话 谁要讲话 那我就心里想 有鬼 我说好 你到饭店以后打电话 行甘线会不会是一家 摩特鱼还是 行甘线 行甘线摩特鱼 对 我只想有鬼 我不能干嘛这样 神秘兮兮 后来我就说好 那你到饭店以后打给我 好好 好来 我左等右等到一点 两点三点 她都没打电话来 我气得快冒映 我就一定有鬼 对 那女孩子是觉得 对 第二天她上班也忙 没有打电话来 然后礼拜五晚上回来的时候 我去机场接她 我说你跟我讲清楚 你到底干嘛 是不是带女朋友 要不然女人比较温柔 我就一直跟她 又挺生气 在开车 那我其实我老公已经很累 对 她就看着人 你发什么神经 她就这样对我很凶 我说我发什么神经 你自己心里有鬼 你跟我凶什么凶 她说 我说你为什么不打电话给我 她说 我就很累了 洗完澡 我忘了打给你 可不可以 有这么严重吗 我说你跟我老实讲 如果不爱我 我半一半离婚 你走 不是 只因为这样就半一半离婚 因为我知道她很爱我 后来她就跟我讲 你有一点大脑 我说怎么了 她说如果今天有小三 今天礼拜几 我说礼拜五晚上 她说明天礼拜六 礼拜天我不用上班 对不对 如果在日本有女朋友 我为什么要回来看你 我为什么要回来 你闹什么 我那时候两行眼泪还在这 你知道 我心想好像对 我就不讲话了 眼泪一直直住 但是我讲一下 我就是很好骗的那种人 弟 你们真的要好好想一想 佩怡姐是不是很有智慧 真的 她老公一跟她说 我就是为了你礼拜五再赶回来 她就哭了 不是 她在 其实她老公去 从礼拜一到礼拜五 都没有在上班 可是我觉得她讲的话 很有道理 礼拜六 礼拜天 如果她爱那个女孩 她一定陪她 可是她可能比较爱我 她回来 礼拜五就讲我 你都不要再说了 我老公是一个很爱 讲电话的人 然后那时候 自创品牌 就是会要自己去当业务 她为了推广自己的业务 她真的很辛苦 真的 全台的通讯行 伤心卖场她都去跑 但是这些 然后她就跟这些梅啊感情很好 然后其实有时候 我心里不是很直 我说为什么要跟她们好 可是没办法 她要推广品牌嘛 所以一定要跟她们很好 那我说好 那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然后就不知道为什么有一天 我就忽然心血来潮 我就看了她手机 想看她说 她到底怎么跟这些梅啊 培养感情 然后我就看一看 我就整个手在发抖 我就看到她跟一个女生聊来 聊得非常地情 起劲 对 然后她里面有一句话就说 有大事 我整个 我那时候怎么 就知道什么叫做 怒火中烧 这个意思是什么的 那时候我整个手都在发抖 然后你能感受到有一股 热气从我心中 开始冲到脑袋 对 然后我已经气到不知道 怎么气了 然后就 然后我就真的 因为她那时候在睡觉 我就拿她的手机 直接砸她的脸上 她就整个吓起 然后就忽然就一脸懵得 我说她一起来 我就直接屁喉骂她 你到底到底 然后我就真的 你到底乱搞什么 然后我说 你自己看你的手机 然后就看到后来 她瞬间 然后整个在发抖 就是说 你知道我也要推广这些品牌 我要让她信任我这个品牌 我说屁人 你讲这种话 谁会相信 如果我是跟这种男生 这样讲这种话 你会相信吗 然后我就整个 两条 两条泪 我劈头就 挪门而出 我就直接走了 然后她就在后面追我 对不起 她知道错了 但是她真的是 为了自己家品牌 才去讲这种话 不是有意的 真的不是对她有什么 产生任何什么 就是曖昧的心情 没有情感 然后后来当下 其实我也原谅她 可是这件事情我还是要 有好几个月我才可以慢慢放下 要不然讲这种话 我真的没有办法忍受 你老公知道错了 她错在哪 错了忘了删掉 对不对 壞蛋 这东西删掉就好 怪不得 现在那个LINE 要收回的事 收回跟删除 原来是为了解 所以老公不要挑战 老婆的那种直觉 因为女生的直觉 是非常可怕 她没有道理可行 柯南讲过这句话 就是真相只有一个 所有老婆都是女柯南 Slogan就是 真相只有一个 就是 真相只有一个 所以你跟她辩论是 没有任何用的 对 而且在婚姻当中讲道理 那你就不要结婚就好了 对 所以我常讲的那一年就是说 我们可以不要说实话 但是不要说话 什么叫不要说实话 就是这件事情 讲出来会伤身 会伤感情 这句话我就不要讲 也不是说不要说实话 我个人是觉得可以选择 部分事实陈述 我也没有说谎 只不过 总共有十件视频发生 我总讲 只不过讲了六件 让你们知道 那这六件都是真实存在的 所以我没有说谎 对 是不是 说话的技巧很重要 对 好 再来看看 你拆砖老公骗很大 两个坏了 两坏 两坏球 会告文书 假传圣奇 更高级 像我的老公 他不喜欢带小朋友去游泳 但是我的小朋友 从去年的暑假 就是每个礼拜都有游泳课 所以每次都是我带 老公如果来接 他也不会进来说 看小朋友上课的情况怎么样 他就会宁愿在外面等 因为他说他不喜欢脚踩在湿湿的地上 那有一次就是我正好工作的关系 我就不能带小孩去上游泳课 然后就问他说 你那天晚上有没有空 可不可以带Derry去上课 然后我也没有把话讲很死 我就说 那个万一真的不行的话 那我再瞧瞧看我工作的时间 然后他就说 那我看一下 我看一下 然后大概过了几个小时以后 他就突然截图一个 他弟弟给他的E-mail说 那天晚上要去哪里哪里 跟什么客户吃饭开会什么 就是我也没有仔细看 反正就是不行 就好死不死 当天的中午 我出门的时候 帮他弟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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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也忘了这件事情 然后就跟他聊聊聊 然后就站好他弟弟想说 就正好跟我讲到 他晚上的行程 说他带他女朋友去哪里吃饭 没有造型 101什么什么什么 我当下还叫我聊聊 那是很好吃什么什么 我就很开心 聊聊聊回家 发现不对 我还把那截图 要拿拿 要翻回来看说 那个线已经不见了 收回了 就是这样 然后又想不对 我就想想想想 然后又打电话跟我老公说 我的工作今天排不开 我就说 那你们不是说 你们会去什么餐厅开会什么 那我可不可以把小孩 开过去 把小孩带去 就带去你 晚上带他回家 我要去忙我的工作 我就先把他丢给你 然后我老公才直直 我说 没有没有 这个议题已经取消了 这样子 我忘记你要带 就是小孩有游泳课 那我带他去好了 所以那天我就让他 带小朋友去上课 然后去忙我们的事 我老公他就是很爱 假传圣旨的那一种 那我上个月 就是上个月我爸爸妈妈 因为刚好他们是 同一个月份生日的 所以我妈就打电话回来说 我们想要去一家 就是很好吃的那个吃到饱 大家一起去吃饭这样 然后就跟我老公讲 结果我老公就说 这个周末不行耶 因为我要回 我妈叫我回去洗窗户 因为要过年要大扫除 上个月我就说 离过年还有一个多月 快两个月 你现在要洗窗户 然后他就跟我讲说 大扫除又不是只有窗户要洗 还有家里面 还有很多东西要清啊 有道理 那刚好就是这个礼拜 就是天气好 所以要趁天气好的时候 洗窗户 要不然接下来的话 就是都在阴雨天了 就不适合洗窗户 说得很好 看他讲的就是好像很冠冕堂花 很优势 我就想说好啦 那算了 我就真的就只有带我女儿 就跟我两个人 自己去跟我妈吃饭 回到家的时候 就看到我老公已经在家里面 然后我就关心一下我老公 就说那你今天洗窗户累不累啊 那你有没有吃饭啊 你肚子会不会饿啊 然后我老公就说 真的好累 可是我还好我没有跟你们去吃饭 今天天气真的很好 很适合洗窗户 OK 所以我就把这个事情都已经处理好了 然后我说老公真的很辛苦 我还跑去厨房 切了一盘水果出来端给她吃 结果上个礼拜的时候 我小姑娘就提了一袋水果来我们家 就说 妈说这个就是帮给桥妹吃的这样子 然后顺便她就请我问你一下 因为那个过年快要到了 妈说我们家的窗户 已经一年没有打扫过了 非常地脏 你怎么都可以回家帮忙啊 这个时候我老公弹起来就说 你舌口送来 你就赶快回去了 不要在这边乱 你跟妈说 这个窗户事情我会处理 快回去 快回去 来不及了 小姑娘 被骂得一头雾水 可是她就摸摸鼻子 她就回去了这样 然后我小姑一离开我就说 像个月我妈生日的时候 你不是跟我说 你要回去洗窗户吗 对 然后我老公就 没有啦 其实就是我觉得 就是应酬帐母娘很累 然后再加上如果是吃到饱的话 还要多我一个人的吃饭钱 然后我就觉得 所以我就假借我妈的名义 就说我要回去洗窗户 其实我那天就是在家里面 看一整天的电视 整打电动这样 真的吗 然后就是说 我妈一年就生日这么一次 然后邀你去吃饭 然后你跟我讲东西 还这样 对 然后我那天真的很 我真的超生气 我有一个朋友 他嫁一个大帅哥 非常帅很幽默 那那个男孩子呢 就是他从结婚到现在 他都很没有安全感 因为他老公很帅 不管是同事或在外面 只要女孩子看到他 就算他结婚 那些女孩子都像苍蝇一样 所以他就不停地会去查他的心中 会担心 那有一次他老公呢 常常就是南北这样坐高铁 这样子会做生意什么的 后来呢就有一天他老公就坐了高铁 回到高雄的时候 然后老婆认为应该要回家 怎么都就是没有回来 然后呢打电话 手机也不通 老公后来晚上他们都快两点 电话通了 后来他就问他说你在哪 他说因为我的东西放在高铁上 我忘了 所以我回去拿 有高铁等你吗 对 我们女孩就说有这么容易吗 那我就去找 他说可是现在都几点了 他就说我还在高铁这边 他说我不相信 他老公很厉害 就先拍了那个就是 高铁站 对 照片 以备不时之需 他以为他老婆不知道 他就老婆打到高铁去问 后来就说休息 就已经没有了 他就很生气 觉得说好 回来我就跟你好好谈 对 结果一进门 你跟我讲清楚 我都查了 就没有就没有 你为什么骗我 老婆就说没有 就是坐高铁的时候 旁边就坐了一个小姐 两个就这样聊着聊着 结果你看到我 我也看到你 然后两个人就 去先看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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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他就坐高铁 去坐高铁 去坐高铁票 他太夸张了吧 他就说他是他主动 而且是女女还是开口的 不是他要的 走 走 所以他要去 我同学快不动 我说你为什么要这样 对 真的 都可以发辣 他到现在还没离婚 因为他很爱他老公 好少 在高铁上会看我一眼 通常都是我做错位置 可是我的位置不好意思 你要去 可是你有没有这种状况 就是骗老婆 然后被抓包的 两年前我们公司 想要换一个 比较大一点的车 那我基本上 跟我老婆讨论 跟我老婆觉得 但我觉得 我想要换一台 可以坐全家人的车 那你又要坐这么多人 小孩子又小 你就会想要换 安全一点的车 所以这车子的预算 超过我们原本的预算一点 然后老婆就跟我说 那你这样子 小孩子两个都小 对不对 一个人在念司令幼稚圆 那你又要养家 你怎么有办法 临时拿出这么多 我就说没关系 我就拿了一个手机 给我老婆看 你看 我现在这个基金 赎回大概就是三十几万 然后我那个保险 里面有东西 可以解掉之后 大概也二十几万 那这样子有了 好 那你可以去买 二话不说 我就去买 那事实上 在这边要跟大家说一下 其实那个照片 是大概 其实那个基金里面 只剩十几万而已 你已经赎回过了 对 所以男生是不是手机 有都会有一些 无为不会高铁的照片 又被用照片 被用照片 这个就是传说中的图库区 那为什么要骗老婆呢 第一个我不想超债 第二个我想要安全 因为孩子小 老得老 这样子你不安全 我们开上路你也不安全 没错 对 所以我觉得 应该是可以先转一点 从哪里转呢 从我儿子女儿的户头 他们红包都会存进去 对 只进不出 那我们爸爸就会有他的印章 带他出一出 他也要住 对不对 所以我们就 从那边转一点过来 是不是 然后转一点过来之后 这个现金就满了 我们就可以拿去 直接买车子了 那当然 这两年我们有赚到钱 就慢慢把它囤进去 所以其实也都过了 我老婆怕还不知道 不知道 那你现在还完了吗 还完了啦 像无间道里面讲 我也想当好人 真的不当好人 对吗 谁不想当诚实 跟诚实斗道 他抱之后 讲的这些诚实的话 所以其实婚姻当中 他有时候必须有一些拿捏 如果反复发生 你一定要去看 是不是所谓的 系统性的问题 第一个 不得已要说的谎 如果是为了原生家庭 或者是无法改变的事情 有时候要认了 或者要坐下来谈 比如说他每次说这个谎 他就是 不想去看你妈妈 那是不是跟你的岳父母当中 有什么冲突 对 或者是为了他妈妈 一定要跟你说谎 这叫无法改变的事情 我觉得这个做下来 大家就认了 不要去处理他 第二个 可能是为了兴趣 而撒得谎 你说一夜情嘛 为了兴趣 我不支持这个兴趣 我不支持这个兴趣 我怎么会兴趣 可能刚刚骑了他脚踏车 或者是想买个什么东西 那为什么他为了这件事情 要反复的跟你说谎 所以是不是大家坐下来 可以容许一点点空间 那第二个 怎么样去防伴他 其实是很难 因为我们男生要搞鬼 太容易了 他比较厉害 可以搞一年多前的存长 我们通常是存长三天左右 可是很重要的是 你要让对方知道 你在意这个事情 而且在意这个事情 不是无理取闹 我老实讲 为什么我们男生 有时候会翻脸 因为有时候第一个 我们心里有鬼 那你开始吵受 那时候万一抓到我们的痛脚 我们当然要反抗 可是反抗的时候 最后大家在讲道理的时候 已经没有道理可行 对 于是 通常女生比较容易走发火 对啊 那看起来你们比较歇斯底里 但是其实 错人反而是我们 对 所以这个时候要讲什么 不要讲道理 要讲感受 感受是什么 我举个例子 我以前遇过 我现在在看门诊 很像那个心理智商者 女生会说 其实她最近跟她老公吵架 我说发生什么事 她老公常常不回家 然后她不回家的时候 她就对她说 你为什么都不回家 你不要以为你工作 就不用回家 其实她心里想的是说 她很想她回家 我就教一件事 老公你今天晚上没有空 我跟小孩很想跟你一起吃饭 你这样一讲老公会不会回来 会 基本上会 可是你就说你今天又不回家 你又要有工作 开玩笑我本来可以找你回家 我也要去工作 因为我回家就会骂 所以就是 你要讲你的感受 这个感受是 其实我真实感受是 我们全家想跟你一起吃饭 那第三个很重要是 其实我们常常在 假传证止这个部分 我常常发现我们的关系 会单方的经营 我看到太多了 女生无穷无尽的付出 但是这是单方面的经营关系 是没有用的 所以这关系一定要双方坐下来 为什么说你给她 容许一点空间 可是必须真实地 传达你的感受 那你又要坐下来 告诉她 我们要双方一起经营这个家庭 而且最忌讳是 千万不要公平 公平 我常常在看婚姻当中 公平 要公平啊 我们也要一夜情 对啊 公平 说得好 但是一夜情 你可以每天都跟你老公一夜情 所以是一种方式 所以为什么不要讲究公平 而是你的感受真实传递 大家一起解决问题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是 对 真的 如果刚才这样讲的这些 騙数就已经有一点点很过分了 竟然还有更坏的 还有耶 言三话呀 自导自演 联合外人 假冒生的 所以是 其实是一个犯罪集团 你打骗子 就是打骗子 又有自己是导演 又自己是编剧 又找演员帮忙的意思 对 那真的很厉害 那个庭 专演就是我老公 我最受不了老公 就是他会隐瞒来电的人是谁 就是不管是谁打给他 问他是谁 他就是都不讲 而且他是打死不说 然后我就会很辛苦 就要半夜起床 来偷看他的手机 有时候是我妈打给他 他干嘛要这样 那是什么 你妈在哪里 你妈在哪里 你妈有问题 不是 我是女子的自己的妈 在那边见妈妈妈 其实不是 有这些朋友 对 对 然后有一次呢 他又来了 又问他是谁要不讲 然后到快睡觉的时候 他就说 老婆那个谁谁谁啊 他找我去洗车 他说他那个车啊 他不放心给车常洗 然后天黑 他怕黑 他一定要我陪他去 他就说 那么晚有车厂可以洗吗 有地方可以洗 他就说 有啊 就那个哪个地方有 听起来就很像乱掰的地方 对 我说那小孩咧 他说 小孩该睡啦 你也该睡了 反正我会快点回来 你赶快去睡 就听起来了 对 对 对 我就觉得心有不甘 然后就整晚都睡不着 他就比如在算时间 大概三四点回来 那时候我就装睡 然后我一样等一下睡着 我就起来看手机 就看那个LINE的对话 他就跟朋友去打球跟喝球 真的啊 超生气的 所以犯罪集团来了 我就隔天 我就想说 因为我不能想说我偷看他手机 对 然后就打给他 打给那个找他去洗车的朋友 我就说 你很弱耶 一个男生还怕黑 想要去洗车 他说 对 你真的好黑好恐怖喔 真的 我谢谢你老公陪我去这样 他有穿通好 聪明 对 就天衣无缝 你知道吗 然后我真的傻眼 就想说 男生真的都互相去挺 都会互航 他们都会互航 都互相互航 然后我当天晚上我老公还 还想要把这个黄 就是再圆得更完美一点 他就有意无意 好像哪个有看 你看那天洗车 就是真的 乌七妈黑的照片 我想说 老娘不拆穿你自己刺头罗网吗 对 我就把他的手机拿来看 然后就不小心 按到他的LINE的对话 然后就给他看 你不是去喝酒吗 好甜喔 对啊 你直接拆穿了 直接拆穿了 对啊 你要我看照片 我就手不想 滑过去 按摆了 这不像他们 对 好像这样 这个直接拆穿厉害 我老公他就是很爱 自导自演加 联合外人 就是有一次呢 他的那个 就是住 我一个住国外的朋友来 回来 回来这边 然后他就跟我讲说 晚上的时候 就一群男生朋友 要去吃饭 我说好 你就去吃饭 那吃完饭 他就等会跟我讲说 那个 他们等下说要去续花唱歌 那我到了那个位 地方 我再就是在跟你讲这样子 然后我说好 你就去 因为朋友很久没回来嘛 你就去嘛 然后呢 他到了那边了之后呢 他就传了一个 南京东路连锁大行 KTV的位置 然后还有那个名字 有没有 他在哪里 那个位置给我 然后还隔了 就是大概几分钟之后 他还拍了一个 包厢内部的那个照片 所以看来说 真的是一个KTV 然后包厢很大 然后桌上就是 有很多 就是威士忌啊 啤酒那些 然后他的男生朋友 就坐在那边聊天这样子 很奇怪 所以呢 我这个时候就做一件事情 我就把那个照片存下来 然后传到我的脸书上 然后就设定部分朋友可以看到 然后就问大家说 猜猜我在哪里啊 这时候就真的有一个 老司机的朋友 他就留言说 这个 某某酒店啊 你今天猜当妈妈上啊 哇 老司机 哇 这张好好用 好弱喔 我就马上立刻就是上网 就是Google那家店在哪里 很远他跟我讲那个名字 Google那家店在哪里 真的在他传给我的那个KTV的同一条路上 那就是可能就是两段到三段的差异这样子 好 我就特地 就这时候我就故意就传讯息 跟我老公就想说 你们那个桌上都是威士忌 这么多酒 你需不需要我去接你啊 然后他就跟我讲说 不用不用不用 这个这么晚了 你不用来接我 我等一下晚一点自己打滴回去就好了 我就自己就是开车到KTV楼下 然后就跟我老公讲说 因为时间也差不多了嘛 我就打电话给我老公说 你们要结束了吗 要回来了吗 然后老公就说 你怎么还没有睡觉 我们差不多要结束已经买单了 那应该等一下就回去了 我说好啊 那我就在楼下而已啊 你们 你等一下我就直接带你回去了 然后我就说 你 你在楼下 然后我 可是 可是 我们等一下可能还要再去吃个宵夜 然后说 没关系啊 那我就载你们去啊 就是我都开车来了 我就载你们去嘛 对 然后老公就想说 熬不下去了 他就想说 好吧 那你等我一下好了 就隔了大概二十几分钟 老公就出现了 而且就是跟他其中一个朋友 但是我远远就看到他们 就是从那个酒店的那个方向的那个 方向的那个 赶紧匆忙忙这样跑过来的 然后呢 他那个朋友呢 还跟我讲说 大嫂真的不好意思啊 就是朋友 难得兄弟回来聚会 然后就喝酒喝多了 结账就比较慢 不好意思啊 跟你就是借老公 借了一整个晚上 还劳烦大嫂来接 真的是好老婆啊 然后我当然就是 嗯 好啊 没关系嘛 就把我老公载回去 然后我老公这个时候呢 他就在车上 就是可能 应该是心虚吧 他就跟我讲说 一群男生喝酒真的很累 那一群男生唱歌 我就只能一直喝 一直滑酒圈 一直喝 一直喝 但是很无聊 然后又很累 然后我这时候就一边看 一边跟我老公讲说 对啊 这个下次如果有这种局的话 其实你们就不用这么辛苦 就直接去酒店就好了啊 就是有小姐多厉害 就好了嘛 好 然后这个时候我就用眼神 偷偷地看一下我老公的表情 他就是用一种 又惊又喜 真的吗的那种表情 这么的大气这样子 然后我就说真的没有关系 那像这种事情 其实我这个人就是很大方的 如果你老老实实的讲的话 我就觉得你就OK 你就去啊 要不然我看 刚刚你跟那个某某某 这样子急急忙忙 从对面的那个某某酒店 再跑出来这样 很辛苦 其实你们就去好了 那要花多少钱 没关系 你就趁你十倍 当作我的精神补偿费 这样就可以了哟 很聪明 我公公就 他已经因为在背景了 他就不敢说什么这样 对啊 这个故事再次证明 屠库有多重要 今天听这么多故事 第一个给所有女性的建议就是 要熟悉3C产品的应用 老公也是 另外在婚姻当中 我觉得女性的智慧 还有信赖是重要的 还有不拆穿真的是一个美德 因为当不拆穿 其实你是给男生台阶下 下一次 他自己会收敛 而且会懂得回馈 那第二个 其实我是建议所有男生 你做一件事情的时候 你先问问自己 因为婚姻当中 没有但是这两个字 什么叫但是呢 当你要跟你老婆讲这个事情 如果你什么东西都 还要加个但是 可见你知道他不太同意 或者你讲不太出口 于是只好用但是 当这个事情必须用但是 解决的时候 你们要坐下来谈一谈 那如果一天到晚 老是但是 不是你检讨自己 就是你要检讨婚姻当中 相处的模式 那最后一个我要讲 其实冲突 永远都在 婚姻当中没有冲突 只有一种 就是相近如冰 跟冰块一样的冰 如果你完全没有互动 它就不会有冲突 对 所以遇到冲突的时候 我以前讲过的婚姻当中的 当冲突发生的时候 一定要 我以前都讲过 你如果说 现在吵了 门一闪就走了 你也不用再回来 所以另外一个抱 其实不是说只是抱抱他 其实有时候是 一定要一番抱歉 其实相处越久 通常扮演抱歉的角色 通常是男生越来越多 对 因为我们知道 海阔天空 知道吗 那盖就是 盖花承受 这点我有时候都会讲 就是你都已经娶人家 你都已经嫁人家了 其实你一定盖花承受 它的优跟缺点 送呢 最后就是 这点很重要 不一定要送很贵 但是一定要送到心坎里 其实女生或男生 都是一样 其实这种事情我觉得 现在在婚姻当中 犯错的不一定只有男生 女生有时候也会 女生有时候最忌讳的是 言语暴力 我们看到最多的 这言语暴力 有时候挑战 他个人的行为 或者他的家族的时候 或者他的事业的时候 这个你们反而要小心 不过今天听那么多 除非真的就是 不止男生 女生也是 不要真的做 那个真的有鬼的事情 重点是 互相信任 然后相爱 希望大家都可以很幸福美猫 好不好 谢谢大家 记得上 妈妈好像的专重 跟我们分享拜拜 拜拜 相信妈妈常常遇到 这样的问题 就是小朋友不爱吃饭 然后我们在后面一直追 一直追我们也很累 然后又怕营养不够 这个时候可不可以 请医师开 开胃药 就让他开胃 这个开胃药三个字 真的是华人的传统 那其实医生会开 所以真的有 对 因为他实在 没有时间跟你解释 你先开 那最常见的 我们都会开一种 然后流鼻水的药 其中有一种 它的副作用 大概有百分之三十 左右的小孩 会食欲变好 但是那个副作用 来得快 慢慢就没效了 那当然也有一些 比较不是药物类的 比如益生菌 那益生菌 是不是有开胃的效果呢 其实没有任何研究 显示有效 那另外一种 很类似的 是酵素 那酵素是帮助消化 很多医生也会觉得说 反正这个无害 那你回去吃了以后 搞不好你真的 这个心情比较笃定 爸爸妈妈心情笃定了 安定了 对 安定了 只有小朋友没有那么紧张了 他吃比较多 之后爸爸妈妈说有效 这个是酵素医生菌 是一类的 如果你今天有一个医生 给你开胃药 真的超级有效 而且都不在上述的范畴 搞不好你要有点担心 会不会他在里面用肋骨唇 对不对 用肋骨唇一定会开胃 但是这个事情可能 坏处就会多一个好处 所以总而言之 开胃药是有 但是你是不是要用呢 用在什么时候呢 还是你想办法先解决 他不爱吃东西根本的问题 我想这才是智本的方法 了解 别忘了订阅妈妈好神 YouTube频道 还有按下铃铛 让你及时收看最新影片 想要看更多精彩内容 欢迎点选旁边这些影片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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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